大家好,我是阿胖 该吃汤圆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汤圆好吃的做法 只需要向里面加入两颗鸡蛋 比水煮汤圆要好吃翻倍 这样做出来,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做法还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一袋速冻汤圆 先倒入大碗中 水开后,向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在煮汤圆时,防止粘连在一起 然后倒入汤圆,用铲子不停地翻动 轻轻地推动,防止汤圆煮破 煮至汤圆浮起来 这个时候由大火转成小火 再煮3分钟,就差不多了 现在汤圆已经煮熟了 用漏勺控水捞出 然后直接放入凉水里面 把汤圆泡至凉透 下面再准备一支平盘 向里面倒入面包糠 摇一摇,先放一边 汤圆泡凉后 再用漏勺控水捞出 这次要控干水分 倒入一个干燥的碗中 然后向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先用筷子把蛋黄搅散 然后使每一颗汤圆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像这样就行了 再夹出来,一颗一颗的放到面包糠里 接着再用筷子 接着再用筷子 使每一颗汤圆都裹上一层面包糠 等把盘内的汤圆都裹上面包糠后 就可以加出来 放入到盘中了 下面锅中多倒一点食用油 烧至五成热 放进筷子,周围冒气泡泡 然后转成最小火 一定要开最小火 不要开大火 大火会使汤圆炸破炸老 等把汤圆一颗一颗放进油锅中 开小火,慢慢炸 大约需要两分钟 期间用筷子不停的翻拌一下 这样可以使汤圆所有面受热均匀 防止炸破 炸至像这样面包糠酥脆 就可以用漏勺困勇捞出来了 哇,金黄酥脆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吃了 先拿起一个尝一尝 吃到嘴里它的口感是 表层酥脆,里层软糯 再往里就是一层浓郁的黑芝麻馅 特别香甜好吃哦 别看这么一大盘 不到几分钟就被家人吃光了 马上就要元宵节了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 这样做出来比水煮汤圆真的要好吃 喜欢可以先收藏起来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